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现在来到Toyota的松江路营业所 我要来干嘛呢 我要来交车 因为我们长期测试的车队呢 又多了一台Prius PHV 充电式的混合动力车 本来是在上个月就要交车了 但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延后了一些时间交车 那我们现在就去交车吧 那现在就是还有外观先让我看一下 好 所以我们交车都在这下 对 因为我们这个距离 跟我们没有结合的 所以就是说特首的 就是这样的 对 如果厚实一下我就 奶奶再拿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 可以这样开关 压一下去开关 那这个比较特别 它因为它 有充电座 嗯 那我们这是一百元的电池 嗯 就只要在 其实家里有一般 所以它有附一个一般的车盒 哦你们有220吗 对 对 所以那个是充比较快 大概三个小时就充不保 那你如果像一般家人 你如果说 因为有线停车场的关系 对 它就没有在 因为装那个很不太方便 嗯 这个就直接加 一百元电池 三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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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插进去 对 嗯 这样子 它再插一个电 嗯 那这边它都有指示 嗯 就是有 如果连到电池 好多有点 那它有充电 它就被指示在那边 那如果故障一场 对 对 对 那你如果另外再看它 有没有充电的话 其实就看这个 有 可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充电 嗯 没有充电 所以它 三 三个 三个灯亮 好 哦 就跟手机一样 对 那家里充大概要充多久 六 大概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你用100夜便充大概六小时 2002大概有三个小时 哦 所以一般就是正常在家 正常使用 一般剩下半 然後你回家充製你的客戀就可以了 那像我們這個油啊 通常你不用加滿啦 那你加個半 哦 所以大家都加半 你如果加滿 你可能很久還可以加到那個油 因為油不能放太久 哦 那這個油一般就加 9.2以上就可以了 那一般都會建議加9.5或9.5 就是我從去年 我就一直人家買了一台 充電車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之前買了一台 Audis的Hybrid 那那台車其實是我 近年來 就是有生以來 第一次買頭塔的新車 用了之後就確實了 才了解到說為什麼 這麼多人買頭塔的車 那台車真的非常非常捨得 像我坐油號車 通常都會比別人的數值低 因為我習慣 我這個開車的均速會比較快 所以 那台車我隨便開 大概幾乎都18.9 市區平均 那如果是我們編輯開的話 大概都破20以上 那我看很多車主 大概都只可以跑25.6的延用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原來Hybrid的車是非常省 所以 之前想買電車 然後Hybrid的使用經驗又很好 然後後來又因為這個車降價 我就想說那不如先買一台 這種Hybrid Blogin的Hybrid來試試看 因為我家裡公司機 我一台車如果是代鋪的車子 我大概一年 像我們的Picanto 之前那樣的長車Picanto 都是我們代鋪開而已 一年9000公里 到賣掉的時候才開9000 剛破9000公里 所以 我一直很想看到說這一台車 是不是我買了之後加不到你 除非說我們編輯 拿車子去參加報表會 或者是洽工試車等等 所以這台車 我是打算就是長測 讓大家來體驗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觀眾朋友 其實跟我一樣 你想買充電車 但是你又不敢 或者是不想直接踏入純電那個領域 而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這一部Prius PHV的話 那就大家 跟我一起來體會看看 實不實用 好的話 接下來大概為期半年一年的長車 大家都拭目以待 好自從我們購買了Toyota Prius PHV之後 我們也打算 既然這台車可以充電 我們就一次把充電樁 也在我們公司設立起來 所以這一次我們選用的充電樁 是台達電子所供應的充電樁 那現在台達電已經先把 這個主體給寄來了 我們現在就開箱來看一下 其實壁掛式的一般都不會太大 這個好像跟我在停車場看到的差不多 這個就是它壁掛的主體 來我們把塑膠袋拿掉 這個機體呢就是可以壁掛在牆壁上 然後當然它有充電線跟充電的插頭 這個原則上應該是和我們公共停車場的那些壁掛式 看起來有點像 那大概規格我有稍微看了一下 它這一套它是有內建 RFID的讀卡漆 跟我們在外面的充電樁一樣 可以說它又有卡 但我想這裡應該只有我們一個人用 所以應該是不用 那這一套機型它有符合IP55的防塵防水的標準 以及IK08的防破壞的一個認證 那至於怎麼裝 那詳細的規格我們等工程員來 再跟大家做報告囉 現在要先勘查一下 看我們的電要怎麼拉出去 那一般家庭大概店他們都不是380的嗎 不是單向220 220 對 那一般家庭可以裝嗎 可以啊 你如果總開關有75或60都可以裝 共30或一半都還可以啊 我們經常在中間你家裡面的啊 所以比較老的建築也OK 都沒問題啊 如果不行的話就是 跟裁電升級有沒有加大 一般現在都 就起碼有50 50的話一般家裡面 用到50啊 因為都用到十幾安培而已啊 所以冷氣比較多啊 其他都沒有啊 那所以不會車子充電充一充 整個家裡跳電 看你怎麼用 你家如果冷氣多 對 就可能會跳 那可是我們可以降 哦 那降充了就慢啊 對 電流越大充得越快 對啊 用流越慢充得越慢啊 那你如果一天跑了 100公里裡面 都怎麼充都夠啊 對 都怎麼充都夠啊 拉4米 他如果要來充的話 因為每一個車型 那充電孔不一樣 對 有一些車頭有一些在旁邊 前面有一些在後面 還有在左邊 右邊 所以說你這樣 比較好控制 看你車頭要掉過來 掉什麼 都比較非 好 那就這一個地方 那就裝 從這邊 好 好剛剛已經會看完畢了 我們大概拉線要拉50米 從我們前門拉到我們庭院 那我們選了一個不錯的位置來裝 那以後我這台車呢 就開到公司之後就可以充電 下班之後呢 就用電開回家 因為我家其實也很近 大概只有800公尺 那接小孩啊等等 一天大概開個幾公里啊 10公里以內 所以我預估沒有特殊狀況 應該用不到汽油 那我們接著就等他們來裝囉 就像我們在這裡 快點來裝了 我買了 好 好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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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台车 它的充电 原厂它都会 附一根 家用的充电线 这充电线它的插头 其实就是台规的插头 但多了一根接地线 一般的插头都可以插 充电口 其实很容易按下去 就打开了跟油箱盖是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盖子 盖子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这就是充电口 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就可以用 这个充电线来做充电 因为它的 电池只有8.8Ah 所以就是8.8度 一般来讲 如果用110V的 电来充电的话 大概要五六个小时 才能充得保 那如果说用220V的话 会比较快 我一开始以为 只能用110V的充 所以都充了五六个小时才充保 但是后来我发现 用220V的 比较快 而且它在充电孔上面也有写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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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就可以把它蓋子打開 插上去之後綠色的燈開始亮 就會開始充電了 那因為現在電是保的 所以就沒有綠燈顯示 按一下的話 可以把充電樁商鎖 就拿不下來 它解鎖的話 就可以把它打開拿下來 當然這個在車載系統裡面也可以設定 它可以設定成自動上鎖 手動上鎖或是永遠不要上鎖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看 充電的時候 它其實這裡是有指示燈的 是會亮的 這裡有三顆指示燈 如果全亮就是充滿了 再來我們來做一些車內基本設定 我拿到的車現在都還沒有設定 那我們就先來設定一下 我們先來調它的車載系統 車載系統它的控制扭在方向盤的右邊 這幾個圓盤來做控制 顯示幕是在儀表板上面 正中間的位置靠裡面這個 第一個是資訊的屏幕 這個當然我們就先不調整了 再來時間的話 時間我們夜代已經幫我們調整好了 但我比較慣用的是12小時 所以我們就把它調整成12小時 空調有一些東西是可以動的 我們先選擇進來 控溫當然不用去調 保持室內循環風速是自動 空調喜好的話它有三個模式 Echo 快速還有標準 我一般習慣是設定在標準模式 設定好了就先回來 再來再進到設定的功能 我們一向一向來調整這些AIDAS 我習慣是都把AIDAS全部都打開 像這個LDA的話 我們現在來把它打開 LDA還可以調整靈敏度 我通常是把它調到標準 再來PCS預防碰撞的 這個我一定都是會把它開有效 PCS的靈敏度也可以調整 通常我會把它調整成靈敏一些 TSS系統會把它調成靈敏一些 因為它的設定原來就是比較中性的 所以我把它調到最靈敏 再來盲點會把它開啟 車道偏移警告 車道偏移警告會把它開有效 那靈敏度的話一般我會調成標準 要不然太靈敏的話其實會有點吵 那HUD的話它進來調整 左右是調整亮度 我通常會調整最亮再下來一些 好車輛設定 這裡是比較重要的 車輛設定裡面有充電的設定 那這裡有定時充電 它可以去預排它的排程 這個有時間再跟大家介紹 這台車現在已經充滿了 充電的電流一般來講我會選最大電流 因為充起來比較快 那充電接頭的上鎖呢 我會選手動上鎖 因為我們充電都是在我們室內 或者是公司的範圍內充電 所以不會有外人碰到這個車子 所以我都會用手動上鎖比較方便 好 複合電池加熱器有效 我這冬天可能比較有用 因為電池它在太低溫的時候 其實效能比較差 它有一個加熱的裝置 好 那車輛系統 這樣就設定好了 換了一台新車 我也換了新的電話 iPhone 6S Plus 終於工程生退 已經過五年了 換了iPhone 11 原本iPhone 6沒有無線充電 本來換了Focus之後 一直沒有用到這個功能 那現在換了新的手機 當然就可以無線充電了 無線充電板它就是設計在這個地方 放下去是剛剛好的 那它比較好的地方 是它有做一個開關在這裡 所以平常如果要當置物槽的話 開關關掉就可以當置物槽了 那我們開門打開之後 它就可以自動無線充電 那指示燈如果是橘色的 就是有在充電 這個是還滿方便的 那接著我們再來設定音響系統 那音響系統這一套音響 是JBL的原裝的音響 跟其他Toyota用國產的車美式 是比較不一樣的 跟我們另外一台 Altis Hybrid也不太一樣 但這個有一些差別 它的音質喇叭雖然比較好 是JBL的 也有內建的原廠導航 但是這個車這一套系統 沒有Apple CarPlay跟Android Yoto 它只有手機靜射功能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詳細再介紹 那我們現在就先做基本的設定 好 那大概初步的設定 都設定完成了 那我們等一下行車記錄器裝一裝 就拿車的一些前製作業 大概大功告成 那這一支行車記錄器 跟上一次Altis一樣 我一樣在旺好站買的 1990 趴趴勾 我覺得用起來真的還不錯 又便宜 像我這種常換車的最適合 但這沒有業配 所以不用幫它拍太多 沒有啦 不是啦 這真的沒有業配 然後等一下裝好的話就 就好囉 這個聲音是我們Altis 已經有分享給大家了 好啦 今天就 我很快的裝一裝就好了 大功告成 剩下貼隔熱紙 貼隔熱紙貼完之後 就所有所有前製作業都弄完了 長車要開始了 其實這台車我已經開了幾天了 那這幾天呢 其實都完全沒有用到油 各位可以看我的油表 是滿的 交車的時候呢 那個業代同仁一直跟我說 你加半桶 加三分之一桶就好了 但我們因為要做油好 所以還是把它加滿了 但實際上 真的 以我的使用型態 大概真的用不太到油 好啦 長車之後 一項一項 跟各位報告 使用起來的感覺 跟各種東西使用的方法 那敬請期待我們的長車影片囉 掰掰 請期待 請期待